大家好 再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 这个韩国联合通讯社韩通社的报道 韩国前总统卢泰宇于今日去世了 享受享年88岁 卢泰宇是韩国第13任总统 任期从1988至1993 他与韩国前总统卢泰宇是陆军世关军校同期学员 也是一心会一心一意那俩字啊 一心会的核心成员 在全斗悰的执政末期 卢泰宇被指定为其接班人 在著名的六月民主运动中 卢泰宇发表了629宣言 宣布改宪并恢复了总统直选啊 卢泰宇后来卸任之后被关押啊 因为那个他下令开枪镇压 是吧 被关押啊 因为他下令开枪镇压 好像是光州事件啊 这个他是当时是个散兵团的团长吧 后来好像是特种部队的司令 他跟全斗患 他们都是军人独裁 包括之前的朴正熙 是吧 韩国应该是从金大中开始走向了多党制 走向了民主化 后来到金永三吧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也对韩国的民主化起到了一个倒逼的作用 一个促进的作用 当时国际社会给了强大的压力啊 韩国是军政权 因为北朝鲜就是军政权 先军政治 两国啊 围绕着三八线 事实上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结束战争状态 是吧 这个三八线南北 北朝鲜100多万军队 韩国有六七十万 韩国的装备是先进的啊 但是前几年在那个白领岛吧 北朝鲜挑选 还用这个火炮 远程火炮袭击 南朝鲜又还击啊 远程火炮袭击 南朝鲜又还击啊 也属于何者押韵啊 还有一个天安舰事件 那个军舰韩国的在海上断成两截 死了不少水兵 实际上那应该就是北朝鲜 这个施放的鱼雷 或者是水雷 触水雷 或者是被鱼雷袭击而沉没的啊 这个韩国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啊 也各种的不容易 在经济上创造了叫汉江奇迹啊 不过汉江上有一座桥也塌过 这里边也是豆腐渣 也是权钱交易腐败是吧 还有汉城的一个百块大楼 也突然塌了 好像有三百人左右 被活活的压死在里边啊 韩国的总统都没好下场 是吧 朴槿惠被人家直接开枪击毙 被他手下的情报局的局长 叫金仔归吧 他女儿 是吧 叫朴什么来着 他女儿 朴什么 我还忘了他名字了 朴大姐啊 瑞城刚说是朴大姐朴锦惠 是吧 又因为贪腐被抓 主要他有个闺蜜 又专权 权力勾兑 权力寻租啊 卢武炫 因为贪腐 人家要点脸吧 从那个大楼上 不是大楼 从山崖上跳下去 然后全斗换卢太渔被关押 金大中差点被情报机构弄死 前几年啊